好 各位同学 来 我们继续下一道题目 已知A数有7个因数 B数有12个因数 并且A和B的最小功倍数是1728 让我们求B这个数应该是多少 那在这里面我们发现又是只给出了一个最小功倍数 而关于最大功倍数或者这两个数之间的和呀差等等的消息又没有给出 所以在这里我的1728仍然只能采取的是分解之因数的方式 那么1728分解完基因数之后应该是2的6次方乘以3的3次方 2的6次方乘以3的3次方 那么由这个我们就能够知道 那么A和B这两个数它们一定是由2或3这两种基因数组合而成的 那接下来到底A和B到底是多少呢 那就要由题目当中给出的第一个条件 A和B它们各自有几个因数来得到了 那么根据题目的叙述我们知道A数是有7个因数的 那也就是把A数分解完之因数之后 指数加1乘完最后的成绩应该要等于7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讲 那么7可以写成是哪些指数加1连乘的形式呢 那在这里面因为7这个数本身的独有的这个特点 7是一个质数 那么它很明显能够写成的就只能是7本身 有没有是可以写成1乘7啊 可是你想想如果它写成了1乘7 这个1是不是指数加1得来的 那就是指数加1等于1 那就是意味着有一个知音数的指数是0 0那就意味着就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知道了 对于A这个数来讲 它的因数个数有7个 那这个7只能是由6加1得来的 那也就意味着对于大A这个数来讲 它最后分解完知音数 那么它最后写完的结果一定是某一种知音数的六次方的形式 而我们又知道A和B大A和大B这两数的最小公倍数是1728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所学习和掌握的关于分解追逐的方式求最小公倍数 那我能知道对于A来讲 我要求的这个我要这个题目给的大A来讲 它呢一定是由2或者是3的六次方来得到的 而根据题目当中所给出的四条公倍数分解完知音数的结果 那不用说 它一定只能是2的六次方了 好了 那这样我们就知道了 对于A来讲 那么它一定等于的是2的六次方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B了 那么因为A只占据了2的六次方 那也就意味着对于A这个数来讲 是分不出知音数3的 可是我的最小公倍数里面是能分出知音数3的 那就意味着这个知音数3一定都是来自于B这个数 所以对B来讲 它分解完知音数之后 最少至起码肯定会有3的三次方这个形式 但是如果就是3的三次方 这样算完的音数个数只有4个 可是题目说的B数应该有12个音数 所以不用说了 那除了3的三次方之后 B一定还要再能分出其他的知音数来 而因为最小公倍数只能分出2和3两种知音数 所以B还能再分出的知音数一定也是2 那至于是2的几次方呢 不清楚 那我不妨设成是2的k次方 那么根据指数加1连乘求音数个数 可以得到3加1乘以k加1 应该等于B这个数的音数个数 那就应该是12 好 那这样我可以能够换出的3加1是4 那只有4乘3等于12 所以k应该等于的就是2 所以B应该等于的是3的三次方乘以2的平方 然后检验一下 发现B跟A的最小公倍数确实是1728 所以B这个数我们也就求出来了 好了 各位同学 那这一条小题来讲 那就是利用分解知音数 再结合着我们的这个音数个数定理 然后再进行代数化的印算和检验就可以了 好 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解析过程 1728等于2的6次方乘以3的3次方 所以AB的知音数只能有2和3 那么A有7个音数 而7是一个质数 所以A分解知音数的形式只能是A等于2的6次方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B就一定要有3的3次方 同时还在这需要有若干个2 因为这样才能够保证指数加1连乘 有可能等于13 这样算出来k等于2 所以最终我要求的B就是2的平方乘以3的3次方 这个算的结果就是108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